这豆角要是做好了呀 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首先咱们将豆角切成小段 去皮的土豆切成长条 切好的土豆放入凉水中 洗去表面多余的淀粉 下边咱们调一个汁 放入半勺的生抽 再放入一点蚝油 少许的老抽上一下颜色 下面咱们调一下味道 放入一勺盐 鸡精 放入少许的白糖 提鲜 放入一小勺玉米淀粉 放入大半勺的清水 用勺子搅匀 卸开 油和豆角 咱们一定要给它多煎一会儿 给它煎熟之后 捞出控油 剩下的油 咱们放入土豆 下锅炸 将土豆煎至金黄熟透 咱们捞出控油 锅流底油 放入葱花蒜片 干辣椒 再来点十三香 开小火 咱们炒出香味 家常菜 咱们放点十三香 或者花椒面 特别的出味好吃 炒出香味之后 放入咱们提前炸好的土豆跟豆角 放入咱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 迅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一道非常好吃的豆角烧土豆 咱们就做好了 非常的下饭好吃 豆角您在家 要像我这么做 真的老好吃了